我基本上是全程在车上应该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 然后看了很多街道相关的景色 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外面的夜景了 所以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一旦方舱你在里面两次阴性结果 它会反馈给当地的疾控中心 然后疾控中心会通知你的街道 告知你有一个病人要准备回来了 请准备用车子去接收它 那其实在街道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 小区这边就是处在一个开放的状态了 所以不存在拒收的这样一个情况 好 我跟你说 二十六秒的时候转的有点急 然后中间最好再加点空镜的东西 我们之前是赛事其实处备了 因为是没有空空的时候 是有一些更拍的 如果你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是四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就可以连续来喷八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比较小的 携带型的USB插头 可以喷两到四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咯